大家好 歡迎來到《朝鮮流視無所》 我是卡薩彭偉珊 今天是7月16日星期二 昨晚美股整體走勢仍是繼續向好的 但是港股今天就似乎仍是沒有辦法站穩的 雖然現在大家都預期 美國方面會在接下來九月份 減息的機會越來越高 但是對於港股短期的重要因素 反而來說 大家都看著 內地的經濟數據和三中全會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公佈出來 看回昨晚美國出的經濟數據 不是太多 也看到繼續有聯儲局那方面的官員 包括主席鮑威爾 還有其他的官員都表態 接下來是有減息的機會 而且也是按著需要進行減息 不過就沒有非常正面 或者是一個實在的說什麼時候會減息的 不過市場也是預期了九月開始的 而且也看到對於今年來說 那個減息的減息機會 市場也開始看回多一點 就不止是一次的可能有兩次的機會 都令到美股 雖然升幅是收集的 但是 主要的指數包括導致 都是破了頂的了 看看昨天來說 就是內地出的經濟數據 雖然你說 三頭馬車數據裏面 有兩個數據是比預期好 但是仍然看到 零售消費 就非常之弱 還是一個 遠低於市場預期的水平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昨天出的GDP 是差了預期的 雖然你說不是的 看回整體的GDP 根據今年去到第二季 就是半年 也有5%增長 跟市場預期 或者內地方面 主要官員給出來的預測 5% 就很貼近了 但是始終來說 看回貴到的GDP 只有4.7% 低於市場預期的5.1% 也看到半年的GDP 也是低於市場預期的5.1% 正正反映內地方面 經濟狀況 仍然還沒有好轉 再加上 整個內地的樓價方面 昨天出了數 跌4.5% 也比市場上一次出的 跌3.9% 跌多了 所以也看到 市場對於 中央在接下來 要出更加多大招 那個期望其實越來越高 暫時在三星全會裏面 還沒有新消息 加上內地方面 這個水災仍然都是一個 影響到未來的經濟的主要因素 所以暫時都看到 整個包括內地A股方面的走勢 還是比較偏弱的 昨天來說美國的一眾官員都表示 繼續會減息 也預計減息機會是9月開始 所以美匯的走勢 在日本央行進行干預之後 始終美匯的走勢是彈不上去的 也繼續在低位裏面徘徊 影響到整個市場 對於一些資金方面 會有機會在美股 甚至美元資產方面流向新市場 但是幫不了太多港股這邊 因為始終港股最大的誘因 都是因為內地方面經濟不太好 所以如果你要預計港股在短期裏面 是可以全面做好的 的確是比較難的 我們也看到昨晚美股的整體走勢 仍然是相對比較強的 無論是道指、納指和標本白指數來說 都是可以繼續上升的 當中來說道指升得比較多 主要是因為一眾的金融類股份是做好 尤其是高敏出貴度業績 以一倍的升幅力去見到燃利增長 所以現在來說有機會 資金由一些科技類股份 尤其是晶片類股份 轉回金融類股份 如果看昨天來說 升的股份仍然是多一點的 6,553隻 至於跌的股份是5,251隻 升跌股份比率就差了一點的 比起上天來說 因為只剩下1.24比1 不過可以這樣說 美股在短期裏面 仍然是站在保利加通道的頂部附近 再加上現在來說 道指都破了頂部了 短期的上升股份和下跌股份的比率來說 維持到一流上其實都算是不差的了 至於港股的整體走勢 昨天就轉差了 主要是因為出的經濟數據比預期差 大家都在擔心內地方面的經濟狀況 所以昨天在日線圖上 恒指都出了一支陰組 原本早段的時間 仍然是一支比較短觸新的陰組 但是到了收市的時間 下週的跌幅是漲步的擴大 雖然你說收市的跌幅是收窄了一點 沒有跌超過300點 但是都計算277點的跌幅 而且也看到除了恒指之外 國指、科指都一起跌的 幾個指數一起跌下來的話 對於港股的壓力其實都挺大的 所以是不是現在這個時間 立刻去鬧貨呢 那我就會比較審實 我相信現在來說 市在這一陣子衝上去 大家原本說是萬九 甚至更加高的水平 看不到的話 可能反過來 在短期裏面做回一條 如果在這個三星全會 出來的刺激經濟措施 不是真的大到 大家是很收貨的話 甚至可能會有機會 是令到港股這一陣子的回調會深一點的 以這個小時圖去看回呢 我們看到指數原本上到18,300多點的水位之後 開始這幾個小時的回調呢 由布里加通道的頂上跌回落到通道的中座 今天早上甚至是跌穿了 那都是一個預視短期回調的開始 那麼回調的幅度要多少呢 如果以小時圖去看回呢 暫時是那個中座失守呢 那就會去到布里加通道的中座下面 試過通道底部 幸好現在你說的通道的垂直高度是在收窄 令到那個底部呢 布里加通道的底部呢 是慢慢繞上來的 那就是未必需要一下子 扔到17,400的水平 不過呢都這樣看啦 就是之前來說 大家都看著17,200這些位呢 是另一個叫做之前的低位 所以現在來說大家都看著這些水平先的 但是就是之前都提過啦 18,200這個位呢 就怎樣也好你都一定要站上去 但是可惜呢 就是說在上個星期 就是叫做上到18317 那又跌回頭 那所以呢 18,200都不算是叫做站穩的 那我們就是如果說18,200這個位 就是最終收不到上去的話呢 那調回調呢 就會向著 就是之前說的16,600這個水平進發 那當然啦都不希望那麽快就跌下去啦 也都這樣說就是現在來說呢 就是大家那個的就是叫做期望呢 就是說三宗全股有些東西出來 但是就是要很多時候做這些的 就是市況的投資的時候呢 管理好自己的那個就是叫做情緒 甚至說管理好自己呢 就是如果你跌市那時候要做些什麽呢 那個重要性其實是幾高的 所以呢如果說在一旦的走勢呢 真是無法站在178樓上 又甚至是說上回到182呢 那個的走勢我們都要是 就是預計它會跌多些 16,600這個位呢 仍然不是說沒可能到的 就是始終來講那個市 不是屬於一個呢 是很大的資金呢 是流入撐住那個市呢 那內地那方面的市況呢 也都暫時未見到一個很強勁的上升 那我們都要預算要回挑戰的 那看回呢就那些牛證啦 那昨天來說呢 那牛證那個的重貨區呢 就上移了的 那去到呢是17,500到17,700 那也都在那個水平來看 看回呢就大概是相等於2284張 微平倉的那個期之好倉 那麼那麼大量的數呢 會不會引發到呢 就有些的所謂 將指數推下去這些位置 然後呢逼這些的淡倉呢 是平倉呢 那這個呢 暫時的事就 未出現著今天 但是那個可能性都會大 因為就是暫時看呢 要去到明天呢 就是這個三星全會才結束的 那麼在明天之前 如果那個市 都仍是未見到有些起息的話呢 就是不排除就是那個市數會在 短期裏面呢 是先推下去這些低位 然後呢 就是平倉 然後再彈都不出奇的 那麼至於呢 雄證那邊來說 那個的重貨區呢 那麼暫時都沒有什麼 怎樣變成了呢 都是在18,500到18,700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 好倉是多很多的 就是如果你中那個牛證的量 你去看 但是就是 於是同時我們都看回呢 就是說那個外圍市 包括就是內地方面 經濟不是太好呢 那麼可能反過來 就是要小心這些的 就是叫做重貨區 是會被 就是叫做 扔下去 然後是逼他們平倉 那麼至於呢 昨天來說呢 在收市的時間呢 那個市就跌了277點 跌幅是收窄了的 成交亦都是小了 剩下911億的成交額 那麼在這個 三個主要指數來說呢 科技類股份就有一點資金流出 就是9,100萬 但是呢 恒指和國指來說呢 就分別是有10.2億和5.6億的資金進來 但是那個坐貨率來說相對比較低 那麼而且也都看到呢 其實昨天呢 有一點點值得要留意的就是 在那個科技那邊來說呢 整體那個資金動能來說呢 明天那個的 就是沽出那邊呢 那個動能是強很多的 所以今天來說呢 很大機會這一個的 科技類的股份呢 會繼續呢 就是 推翻下來 因為昨天也看回有些消息的事 在內地那邊 又做一些 叫做監管 就是要求回呢 就在這個叫做 內地那邊呢 年輕人放暑假之前呢 就要做兩個星期那個的 就是對於 網內的內容呢 是要做一個審核的 那就是可能要清空一些呢 就是不良的內容 那這個是對個 未來 就是叫做 年輕人的那個的影響來說是很重要的 不過就是對於股份來說呢 可能產生的影響就會是比較大 心理壓力會多些的 那至於看回今天早上呢 就是外圍來說呢 美國繼續做好 但是呢 市場都很擔心 內地的經濟呢 未有一些新的 動力會推出來 或者是線策推出來 那所以今天來說的指數呢 都跟回呢 是昨天繼續下跌的 那也都見到呢 今早早來說呢 低開170點 成交不算多 18.86億 那但是呢 那個沽壓呢 其實就都 明顯少少的 譬如恒指來說呢 都有8.9億的錢流走 國指是6.9億 科指是3.2億 那見到呢 那個就是拋貨率 雖然他們未去到70% 但是你看到呢 就是恒指都去到62.3% 也都是屬於一個 就是那個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那如果我們再看看呢 就是恒指成分股那個的 的職金動能呢 那在開市的時間 有16隻股份 6隻資金流入 每隻平均都是1,700萬的 其實不算大的 那倒轉呢 65隻股份來說呢 是錄到的資金流出 那算一下呢 就是1,800萬 那如果你看那個數呢 兩個數值都是相對小 那個參加價值就不算太高 那反而我們如果看回國指來說呢 就是10隻的資金流入的股份呢 每隻平均是2,700萬 而呢 流出的40隻 那平均每隻是2,400萬 那算一下呢 就是2,000多萬的 就是叫做 流入流出那邊呢 互相抵銷 都沒有太大的方向 那至於呢 就是在那個的 就是叫做科子那邊呢 有7隻股份是錄到 資金流入的 3,400萬 而呢 是有20隻股份來說呢 是錄到呢 是資金流出 2,800萬 那今早來講呢 就是那個科子的動能那邊呢 就好一點點 那但是呢 要記住一件事呢 就是說他們那個的 就是叫做 拋貨率呢 未去到七成呢 我們暫時都看呢 就是說 那個數值呢 那個參考作用呢 是相對比較細 但是呢 如果一旦呢 指數是跌下來 並且恒指是失手了17800的話呢 那大家就要小心了 那麼看回呢 今早來講 恒指呢 在開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呢 就是叫做 做得比較差啦 因為呢 跌穿了 日線圖那個 保利加通道中軸的 而且也都還是一個叫 陰竹啦 那麼加上呢 現在來說呢 這個RSA 也都是去回呢 在46這些位置 那麼如果再是 繼續是偏弱的話呢 那一路一路 滑下去的話呢 就那個保利加通道的底部呢 就17,400 這些位置附近的 那麼如果以這個短線去看回呢 暫時呢 成交額的方面呢 都應該配合不了的了 就是都預了個市是會有 最一步可能 下跌那個風險住 那麼加上呢 現在來說呢 就是如果用小事圖去看呢 跌穿過保利加通道的中軸呢 那麼我們都是看著呢 就是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那麼如果看小事圖來說呢 就是大概17,500 那麼跟日線圖呢 17,400也是非常接近的 那麼所以如果看完呢 RSA 失手了30這個位置 再加上現在來說 那個MACD 是出了一個紅叉呢 那麼就是試下去那個 保利加通道底部呢 一點都不出奇的 那麼看回呢 這個星期來說呢 除了呢 內地出了一堆的經濟數據 是比較重要之外呢 那麼也都要留意回呢 美國那邊呢 都會出呢 是核心的零售銷售數據的 那麼也都會出上個星期的整體的銷售數據 那麼如果你的內地 美國那邊來說 那個整體的國內的銷售數據呢 是不太行的話呢 那麼可能會再進一步去加大呢 就是美國會減息那個機會的 那麼看回呢 就是這個星期來說呢 那麼比較多官員是繼續發言的 那麼也都要留意回呢 就是官員那個的表態 那麼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那麼再重要 我們在這個月底 這個叫做聯儲局的議式會議前呢 一眾的官員會在這兩個星期裡面呢 會大量的發言 那麼然後呢 就去到最後一個星期來說呢 會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言論 可能會在那段時間 就是一些叫做所謂的失脈期 那麼就不可以說話了 那麼所以呢 就是說這個星期來說 究竟大家怎麼看 接下來是否九月才會減息呢 那麼這個呢 就可以在接下來這幾天來說 那個一眾官員的言論 是可以看得到的了 那麼好了 那麼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先 那麼那個市場來說 偏弱的大家要小心 不要太早去入市 那雖然你說去到17,200的水平 甚至是更加低的水平 那個機會率暫時就不算太高 但是要搏的話可能都是要等它 即是出現一棍呢 是不理性的下跌 到時才有一個直搏率在那裡的 那麼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了 那麼多謝各位收看 那麼走之前記得給個like我們 那麼還有呢 就也都記住 還沒subscribe就subscribe 也都歡迎大家 將這條片share給你的朋友 那麼來到更多的投資者 可以利用回數據作為分析工具的 好了 那麼今天來到這裡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小人 包好 那 我